这上面是连货高速 过了高速就到了 这上面有一个抽黄铜河渡槽 哪里有个渡槽啊 没看见 这上面是连货高速 下面是港岸路 过了桥栋就到了 建筑都是蛮新的 应该也没见多久吧 通关古城 就在上面了 还得爬 腿腾 这边好漂亮 是设计的行人通道 但是封住了 汽车通道可以走 咱们从那爬到去 汽车停车费10元 还是蛮便宜的 可以开车进去 走路也可以 下面还有缸缸车 也可以掏钱 我是不可能掏钱的 因为不是很远 下面全是新建的 全是新建的 这个上面 也都是新建的 这个停工了 这个楼 搭了一半 我这一扔 但是这个坡 还是蛮陡的 蛮难爬的 但是呢 小小划山 咱们都拿捏它了 这个就不算啥了 还是蛮高的 蛮难爬的 后庭缓的 这会儿到了第一个全门楼子 什么鸟啊 彩色的 嗨 嗨 飞起来的好漂亮 怎么等它飞起来呢 哇 铜关古城 最早建于唐天寿二年 历代都有修复 保存的比较完好 只可惜在1954年 修建了三文雅水库 苏年专家把铜关县城 划归到了淹幕区 所以铜关县城被迫难迁 古城的建筑能拆的都拆了 谁知道水库投入使用了 直到现在铜关古城也没被淹没 你说可惜不可惜啊 现在咱们逛的铜关古城是重建的 明清风格 作为一个开发的旅游景区 也不是很成功啊 店铺有很多 但是都没开门 跑到这个园上面来 唯一的看点应该就是 这里是长江边最高处 可以欣赏到三江汇流 房子还挺好看的 关东煮 三腊粉 能踩吗 我想从这边走一下 被保留下来最多的就是这个墨盘了 到处都是 这上面我感觉好漂亮 古戏楼 这个角度还可以 上面还有个大风车 发电风力发电 还是有电铺的 饿不死啊 这里在卖 到了钟楼 这是钟楼 上去看看吧 好新啊 钟楼下面有一口大钟 全简体大钟 简体大钟 看那边还有一个摩天轮 还在转呢 还可以坐 那边有个游乐场 项目还是挺多的 小孩玩的 咱们就不去了 这边还是工地呢 就建成了一小块 还有一大块都是工地 没有游客 这个项目 也是挺住了 好像 因为看不到一个建筑工人 东路中原 西境关中 此关必过 同关古城 这里面不逛了 咱们直接去最高的地方 远眺一下 黄河 看看能不能看到三江汇流 这个也很漂亮 这是个啥状牙 水躺吗还是什么 反正不是烟囱 也没有介绍 浮工阴好漂亮 你看 哇 没了 一见钟情 惺惺相应 我在同关 很想你 这里是新春灯会遗址 年已经过了四个月了 三四个月了 所以都遗址了 这上面还有一个超大的女蛙雕像 这是女蛙补天 补天的在那 女蛙造人 造人 造人不应该是生孩子吗 那是用手捏的 不一样 这就是女蛙 看造了个宝宝 这个视频能过什么 女蛙没穿衣服 还挺大的 你看 小孩也没穿裤子 看见鸡鸡了 现在咱们到了十二生肖广场 这广场有十二个生肖 寿命人生 雕刻这么不错 这是猪 就是个八戒吗 这不是 肚子这么大 这是狗 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这个是铜关博物馆 就在这个最边上 就是我们在最下面看的这个楼 咱们就不进去参观了 一般的县级博物馆 都没什么收藏 不好看 如果能跑到这个博物馆的顶上的话 那风景棒极了 这里应该是看这个黄河 看三条河汇流的这个最好的位置了 博物馆的外形就是一个铜关古城楼的设计 哇塞 好高啊 霸气侧漏 门口还有个花灯 描述的是马超和曹操的同关之战 最后是以曹操获胜结束 这是马超 哇 马超果然是帅哥 你看 清秀的脸庞 风韵油唇 马 马的旗位为什么这么大 这是小曹 曹操 老小子 打着屁股料流 哇 真的可以 这里有观景台 山江汇流 这里是下游 下面离得近的就是年货高速 远一点的是319县道 北施路 再往远就是铜关苦渡了 然后黄河对面就是山西了 运城是瑞城县 丰宁度 左边就是上游了 卫河 落河 在这里 汇入黄河 但是落河有点看不清楚啊 落河在距离这里10公里的地方 汇入卫河 这是铜关博物馆的后门 从这个后门下去 有个很漂亮的拍照打卡地 这里真的是一手难攻 而且事业很好 有敌人来了 很难不被发现 从这个楼梯下去 下面就是打卡地了 网上很多人拍的照 就是在这里拍的 这个博物馆下面 还有这个铜关城门楼 最好的位置啊 就是这里了 我爱铜关 我爱铜关 耶 好了 铜关一日游结束了 我们现在去铜关县城 现在咱们还返回 早让我下车的那个地方 北施路这个三大路口 卫南和华英的车 都会经过这里 还有一辆秦东镇西北村 到铜关的公交 也会经过这里 就这 我早上就在这下车的 咱们这会儿还在这等 咱们眼睛近一点 千万不要错过了 一错过又等很久 再看一眼 黄河教会处 三河教会 千古铜关 那上面就是 铜关铜城 半小时过去了 一辆都没来 这是几位华英的阿姨 也是来铜关铜城玩的 他们也在这里等 证明我没有错 继续等 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一辆车都没等到 我就定打车了 用了滴滴打车 全程寻找司机 这地方连个滴滴都没有 你看看它转 打车也只要20块钱 哇塞 还好滴滴没人接单 却转着转着 公交车来了 这就是那个西北的公交 从铜关古城到铜关县城 10公里左右 大约20分钟就能到了 一路上的风景是很美的 难得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视角超棒 现在已经到了铜关县城了 很多朋友不喜欢看公交车 搬车上拍摄的风景 那我以后就少拍了 这样的美景我自己一人欣赏 正前方有一座雕像 它是东汉名城杨正 杨正是铜关人 他保读诗书 拥有关西孔子杨伯起的称号 并且他一身年节 极恶如仇 最后被奸臣陷害 服毒自尽了 在咱们从花银来铜关的 北施路上 还有一座杨正年镇博物馆 喜欢的朋友可以过去参观一下 景点都太分散了 对于咱们不开车的 不太友好 到了 刚刚就是这个车 西北到西北的车 重点站是铜关七日站 我们要去下一站了 大力进去看一下 今天还有没有了 今天没车了 还有一班16点20的到渭南 没了 没了 明早上来坐 7点50低一班 以后又把这个车炒好了 要不然得等好久 7点50 然后又 11点30 一共就两班 这两个是到乡镇上的 这里线上登机的酒店好少啊 一百以内的就三四家 全线就三四家 而且很远 少了一家60的 两公里 走 走过去 在火车站附近 这里人好少呀 路上人都没几个 但是很干净 很漂亮 绿化也很棒 走 我最能走了 到了这个路口了 还有一公里 微微滑下 囊囊乾坤 下雨了 是什么意思 这天气在下雨 是什么意思 还有免费公交 一路免费 好厉害啊 这家伙两公里 把县城走了一圈啊 又到了这个牌子 金途街 继续走 这里是不是最繁华的地方 什么都有 什么摊都有 到了 冰管就在附近 这里还挺繁华的 这里确实好吃的 陈信宾馆 在这儿楼 哎呀 看一下60块钱的房 嘿嘿 还可以 关键是外面就是金途街 好繁华的 金途街的牌坊就在这里 安踏 这边这个安踏 这边就是山的 南面那里就是秦岭山脉的 这一圈都是秦岭 然后这边是厕所 厕所在一个角上 像阁楼一样 因为这个设计的是圆的 圆形的 看这个外面的云 多美啊 看这个外面ool 还可能是金途街上 是金途街的 穆啊 感谢观看